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下周三登场 外传大陆可能最快会在2019年抛出路板的两岸和平协议 台湾前大使许志伟建议蔡政府 或许可以考虑用废除民进党的台独党纲 来换取中国大陆放弃武力犯台的谈判 前大使许志伟说 就是民进党的一个态度的党纲 因为事实上已经没有什么作用了 是不是可以放弃 不要这个态度 这作为我们民进党愿意跟中共 进一步大家来谈判的一个步骤 但江大学战略所教授温明贤认为 若中国大陆抛出两岸和平协议 反而是蔡英文所提两岸互动新模式的好契机 汪明贤说 民进党在91年的台独党纲 他在99年有台湾前的决议文 2007年有所谓的正常国家决议文 那么按照民进党的思维来讲的话 这个前法被后法所取代所适用 所以对民进党来讲的话 这些都是历史文件 对他们来讲的话 没有废除党纲的问题 也没有废除全球的问题 那是过去的东西 过去的东西 不能再用过去的东西来约至现在的民进党 民进党立委罗志正表示 台独党纲是党的决议 对于政府部门的约束力不是那么的强烈 更重要就是说 在台独党纲后面还有一个所谓的 1997年的台湾全途决议文 这个决议文事实上已经认同了 台湾目前这样的一个现状 所以台湾全途决议文是现状的决议文 对岸只看到台独党纲 没有看到更新的 所谓台湾全途决议文这样的一个东西 汪明贤表示 执政的民进党不会去宣布法理台独的概念 就是向对岸示出善意的表现 若两岸和平协议能够产生互动的新模式 将有助于进一步稳定两岸关系 但强调要用对等的方式来进行 而不是一味地接受九二共事的态度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 苗秋菊台北报道